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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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塑膠盆 然後就要開始種水草 然後我中間 那一盆我是放 那個 矮砂草 為什麼會放矮砂草呢 因為矮砂草它長得其實還蠻快 它可以很緊緊的 就是把 把那個塑膠盆整個都抓住 就是等到後面它跟長完全之後 那也是會影響 旁邊的水草啦 可是你就是要定期的去清理 可是它沒有那種 砂輪草這麼恐怖 這是我 大概兩個禮拜前 我就已經先種好的水草 因為 因為這些有些水草就是 它需要的水分 要比較濕潤 所以我就等於說我要先讓它 把根長 長完全 畢竟這個水 就只有淹一半 然後我把這個水淹到 快跟盆子一樣滿 讓它根就是長滿 那這個是小獅子草 然後這個是宜蘭鳥 宜蘭鳥它有一個 它是比較 喜歡半層水的 那你要整個 出水也可以 那除非很濕 那宜蘭鳥跟小獅子草 算是一個環境的指標 像這個你看它上面有 點燒焦 就是這幾天東北季風 然後空氣有點 所以它就開始有點 受不了 好 但是還可以啦 好 那這個是 瘦草 然後再來就是 倉浦 這樣子 或者你也可以種一些 像那種白花水龍之類的 那種就 它算是 算是 濕地 濕地 河岸邊的那個植物 它不用整個 一層到水裡 或半層水 都可以 它只要土壤濕潤 就可以了 然後我現在就把盆子放上去 囉 我這樣選擇是因為 那個瘦草的話 它算長得比較稀疏 所以我會讓它最旁邊 我會放在最旁邊 然後我這裡面我就會種 好 我還是會種我比較喜歡的台灣屏膨草 那台灣屏膨草 它其實長得很 慢慢的 然後 冬天會有一點點休眠 可是它比較喜歡 天氣 比較涼爽的天氣 那 如果你 水溫真的太高的話 反而也會長得不太好 這樣子 然後我這上面我就沒有再放一些 比較大型的 很大型的水草 好 例如 好大型的水草 就是像這個 好像 鴻圍花 鴻圍花其實還蠻會長的 它側癢 然後還有填充 那填充的話 長得還蠻慢 我當初 兩年前買這一顆 然後 它還是這一顆 它就是沒有 沒有長側癢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那如果你是那一種 比較沒時間 先顧你的水草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 水草長得比較慢的種類 好 你就可以選擇這樣 或者說你可以搭配一兩種 就是長得比較快 然後 你大概 兩個禮拜 或一個月清一次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之前就是把它 把這個 清出來的 你看它的根 它的根其實我已經剪掉一半了 你看它根系很發達 所以它根已經扎 把整個噴 就是把整個噴這個土都已經扎 扎住了 所以其實是很牢固的 好 如果你這個要清理的話 整個拔出來的話 它是整個土全部都是 都是扎住的 其實水草還蠻強深的 因為我種的水草是 就有一半是外來種 所以它蠻強勢的 然後呢 你看如果它下面的根很細細麻麻的 然後裡面是陰陰 所以 如果魚跟蝦子 如果它生小魚小蝦的話 它其實它可以躲在那裡面 它就變成一個遮蔽物 所以還蠻 就是變成一個自然的生態 所以小魚跟小蝦就不會被刺掉 好 這邊的植物呢 很多都是關鍵植物 然後其實關鍵植物可以 半水深 它可以水根 就是可以像 就是我 放在那個水面上的那些 那些盆栽一樣 就是一半浸泡在水裡 但是呢 它的浸水功能其實沒有很好 畢竟它是 它是陸生植物 所以我還是建議就是 你用停水性的水深植物 像這個就是我 是先種好的 就是 艾莎草 艾莎草 就是 種完你看它已經有根了 好 關鍵植物如果呢 水如果泡太深的話 它其實會長得很不好 好 就算很 就算一些 像濾精靈啊 或者說九重格 它是可以完全水深的 可是 我覺得它進化能力 還是沒有水深植物好 所以 之後它們其實會長得 不怎麼好 然後 我 我還是覺得 建議就是用水深植物這樣子 像 我這個都會棒 它就會長得密密麻麻 然後其實就是 小魚就會躲在裡面 其實這邊就很多 清蒼魚的小魚鳥 很多 然後 我會說 之前那個沙倫草很恐怖 就是 我所有盆栽 我已經清掉了 可是我所有盆栽的沙倫草 都會長出小苗 就是所有盆栽都會長出 小顆的沙倫草 我怎麼除都除不完 很恐怖 所以還是不要種這一種 這個太恐怖了 其實這個已經 我已經把它改 就是 是很快的 就是這一盆的話 大概就是 我大概把它整理了 差不多 不到一年 因為這個有醜心在綁過 就修過 然後它已經變成一個神態 除了就是 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些 就是沙倫草 小苗一直在長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它的種子 它的種子就一直在發 所以我要常常清 除非又打掉沖鏈 就打掉沖鏈就對了 可是就是 很麻煩 因為你這些 這些土 你就全部都要換掉 因為 它裡面搞不好都有它的根 它的小根 然後 它會變成一個生態 就是 你看它 周圍這個 就會長青苔 就會長 那個苔 苔藓 然後就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就是如果你要 你這邊有 要養青蛙 要養什麼 都可以 然後像這一棵 那個美國獸草 它的種子也是 就萌芽 可是美國獸草 其實還蠻 長得還蠻慢的 所以 就是不用擔心 你看 那下面就是 小魚 小蝦會躲的 會躲的 就是一個 一個地方 如果你有養青蛙的話 其實 也蠻好的 就是它可以在這邊跳 可是它會跳出去喔 其實就變成一個 自然的生態 所以你就是 只要一直加水就好了 不要 再去換水啊 什麼的 然後我會用 吃魚土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 吃魚土真的很乾淨 然後如果你 沒有這種塑膠盆 或者說你想要更自然一點 你就可以去買這種 胎球 這個胎球是我在花市買 但是它價格不便宜 它一顆要三十塊 那你可以種 種水草 就等於說像這樣子 這我是直接種蕨類 它死掉 你可以種這樣 它整個是吸得到水 然後 反正就是植物長大之後 它根是完全 就可以從周圍這樣子 分岔出來 然後這個胎球也很好 它就是適合3.5次噴的 放下去剛剛好 就剛剛好這樣子 然後更自然 然後到後面 它整個植物的根 會把這個全部都包住 把塑膠盆都包住這樣子 好 這一顆呢 就是我當初用胎球做的 它已經整個都包住了 你看 這胎球 然後整個都 都包覆住了 不要拉也拉不起來 所以它整個都已經 固定好了 其實也蠻好用的 而且你看不到噴子 更自然 這個就是使用胎球種植的方式 然後 反正它沒有沾到水的部分 它就會長絕 它也會長絕 對 但是它沒有沾到水 這就是沒有沾到水